朋友姐妹感谢主 我们一起要来敬拜咯 敬拜的时候 让我们专心的 把那个歌词 唱到我们的心里头 当真心的 好好的来唱这首歌 你会发现 那个歌的力量 那个歌的歌词 因为你定睛耶稣 就释放出那个恩膏跟能力 圣灵就透过这一切 透过你的敬拜 定睛耶稣 来做他奇妙的工作 甚至于很多人 在敬拜里面 身体就得医治 心里就得恢复 疾病就看见 超自然的医治 各样奇妙的事 就在敬拜里发生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圣灵的神 道成荣神 以马内力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 所发的光辉 上帝本体的真相 永远的命令 破终温柔 你是基督神的爱子 你的保险水灭我醉 我的供应我的盾盘 我的救助 生命的主 我的救助 生命的主 奇妙测试 全能的身 拥在地均 拥在地府 和平地均 公平掌权 我全真正 世事成存 只等永远到永远 耶税 耶稣 你是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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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难占安逸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有我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道歹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就有一间 耶稣基督缺难的山 道成肉身 一马美丽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 所发的光辉 上帝本体的真相 永绝难命令破终万有 你是基督神的爱子 你的保险水面我醉 我的公益 我的盾盼 我的救助 生命的主 奇妙测识 全能的山 在地府 和平地区 和平地区 和平掌权 和平掌权 和全坚持 和全坚持 世事长存 只等永远到永远 天宿 天宿尼一世 道路整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良福 生命的良福 我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使我能称恩义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用火打几次 你天天为我道歉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终有一切 耶稣你一世 道路整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良福 我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使我能称恩义 你永远活着 总会离开我身边 用火打几次 你天天为我道歉 我你好不忍 我有你 就有一切 我一个る前 你就有了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你永远只能 我永远走 你永远活着 我永远都来 我永远都来 你永远都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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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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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道路越长越迷 我是一人 道高风吹停 我是一人 余生和好乐 跌倒起刺 都比心情 我强壮如同狮子 我是一人 我已被告据 我是一人 已承受时间 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 我的道路 我的道路越长越迷 祈祷月舞 祈祷月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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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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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举起我们的饼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我们的杯 我们辨明这是耶稣的血 这是为你为我而流的血 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醒是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已经完成了工作 纪念祂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祂与我们立着血约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约的保护当中 我们在恩典之下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为我们所领受的来祷告 亲爱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与我们交换 主啊所以我们知道 一罪不两罚 所有一切的罪诅咒疾病 甚至是贫穷 软弱 耶稣都愿意与我们交换 所以主啊我们正是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以我们的软弱来换你的钢墙 主啊我们以我们一切的不足 主啊我们来与你交换 谢谢你 你是那个丰盛富足的神 你必按你荣耀的丰盛来祝福我们 并且你愿意与我们交换 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我们领受这一切 我们也知道 我们靠着耶稣 我们必能活出那个得胜美好的人生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来收奉献 很多弟兄姐妹会以为说 我们只有在线上收奉献 现场没有 所以以为我们不收现金 没有我们是收现金的 现金你可以直接 放到我们那个同工的奉献袋里面 然后如果你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透过 因为你没有办法投现金 所以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奉献 那我们奉献方式都放在官网上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现场的奉献收完之后 我们还是会有人点钱的 并且我们会为我们所收到的奉献 来祷告 所以如果你在线上 你已经完成 就是转账或是信用卡刷卡的话 你就是完成了 你跟现场投现金进去的 是一样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 为着我们的奉献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使我们丰盛富足 有余 以至于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 将我们所当 那的十分之一 奉献到神的仓 使神的家有粮 并且我们也知道 因着我们的十一奉献 我们 我们的钱在哪里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的心 已经在神里这里 所以你不只保守我们 你还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主啊 使我们知道 金钱是我们的奴仆 我们不是金钱的奴仆 所以我们能够 做神的好管家 把这财物 管理得非常的好 不只是神的家有粮 诸涅是我们自己的家有粮 使我们真知道 我们靠着神 我们必能丰盛 我们必能富足 我们能够豁出那个得胜 美好荣耀见证 让世人看见我们 就将这荣耀归给你 谢谢耶稣 悦纳我们的奉献 悦纳我们的敬拜 悦纳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所有的一切 主啊谢谢你 何等的喜悦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那今天呢 我要来分享的就是 恩典下的医病赶鬼 好那我们大家低头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奉耶稣的名 孩子宣告 你是天上地下万有的主 你掌权作王 在孩子今天讲到的过程内容 恩高孩子的口 把我分别为圣 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撒旦 二者一切的作为 奉耶稣的名 我现在就释放上帝的大能和保护 让神的话语解开 就发出亮光 叫现场或是网路上 每一个听见的人 可以得自由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的 应许要成就 就是瞎眼要看见 耳聋要听见 瘸腿的要行走 大麻风的得洁净 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除监牢 被压制的得自由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曼 那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 医治这个字的西伯来原文 大家可以看荧幕 这是由三个西伯来文的字母 构成的 所以西伯来原文的原意呢 我们是从右边读到左边 第一个字是什么 Rash 这边可以看到有头 对不对 然后Pay 就是嘴巴说 Aleb 是什么 我的主 Adonai 那所以呢 从医治的西伯来原文呢 我们衍生看见什么呢 就是当你用头脑思想 当你用嘴巴宣告 我的主 你就要得医治了 好 那如果呢 你更详细的想要知道 Aleb Adonai 我的主 为什么就是耶稣 那 你就可以去看 巨星牧师的讲道 就是 耶稣医治 凡求告他的人 然后巨星牧师在那个讲道里面 有很多 很详细的说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个 跟医治有关的 上帝的名字 耶和华 拉法 那西伯来文怎么念呢 就是 Yu Heva He Rafa Yu Heva He Rafa 好 那从右到左 Yu Heva He 好 希伯来文 第一个字 Yu就是什么 张开的手 He 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恩典 那第三个字 就是 丁子 Va 那它是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动词 名词的话 就是丁子 然后如果动词 就是定 或者是被定 那第四个字 是什么 就是 Hey 恩典 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Yu Heva He 我们衍生 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 张开恩典的手 被定 就赐下恩典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加上刚才学到的 Rafa 医治这个原文 那所以 耶和华 Rafa 就是 Yu He Va He Rafa 那我们衍生 会看见什么呢 就是张开的手 被定 就赐下恩典 然后呢 我们头脑思想 口中宣告 我们的主 耶稣 就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医治 那听起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 很像是一件事情 或者是指一个人 是谁 就是耶稣本人 好 那表明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 Rafa 这个整个字 可以表明 耶稣 在十字架上 已经赐下 医治救赎的恩典 当耶稣 定十字架 然后他说 成了的那一刻 十字架的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那当然呢 就是上帝呢 有很多很多的名字 都在表明 上帝的属性 是什么呢 例如 耶和华 奇根弩 是什么 就是上帝 是我们的义 对不对 公义 那耶和华 沙玛是什么 就是上帝 与我们同在 那耶和华 遗憾是什么 就是上帝 为我们预备 那我们大家常说 耶和华 尼西 就是上帝 是我们得胜的 旌旗 那今天我们特别 讲的是 耶和华 拉法 就是上帝 是我们的医治 那祂是已经使你痊愈的神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了医治 就是当你信耶稣 你称耶稣是主的那一刻 医治的本身 本人 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呢 你已经健康了 你是新造的人 你不再是虚弱的病人 这样了解吗 就是十字架已经完工 耶稣都做成了 那有人说 救恩呢 只包括灵魂得救 不包括身体的医治 可是呢 这并不是圣经说的 那真正圣经说的是 赦罪和医治 都在救恩里面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 一百零三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烦恼缓同 这边说 神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然后仁爱这个字的 希伯来源是什么 Hose 就是我们的恩宠教会的这个字 然后呢 为我们的冠冕 他如果是成为动词的话 是什么 就是上帝用恩宠和慈悲 把我们团团的围住 围得紧紧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救恩是全套的 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详细的内容 你可以看另外一个影片 就是十字架上神圣的交换 他包括了什么 就是耶稣成为咒诅 使我们诚意 那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53章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担当呢 这个字的 希伯来源文就是带走 我现在就是黄字 就是河河本的中文 橘色的字就是 希伯来源文 那担当就是带走 忧患呢 我们都以为忧患是什么 担心啊 什么患难啊 可是他的希伯来源文是 疾病 那背负就承担 那痛苦呢 痛苦是什么 很多人也以为 这只是心里很不舒服 没有 他其实源文是身体 或是内心的疼痛 好 那耶稣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医治 他是用完成式 所以因为耶稣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了医治 那所以神迹医治呢 的核心的圣经根据 就是这句话 就是因为耶稣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医治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医治呢 因为耶稣带走了 我们的疾病 他承担了我们身体 或内心的疼痛 了解吗 这也是十字架上 神圣的交换 那因为耶稣成为咒诅 使我们称义 所以我们可以有 这些的祝福 那你可以看到哦 不只是旧约 有提到耶稣的鞭伤 我们已经得医治 那新约 彼得前书 也提到了这个核心的 生机医治的根据 那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挂在木头上 以自己的身体 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 好使我们既然向罪而死 就能向义而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得了痊愈 我们都知道说 凡是挂在木头上的 就是成为那个咒诅 对不对 那因他受的鞭伤 这边的鞭伤是单数 就是耶稣被那惨痛的 这样暴打 打到他身体体无完肤 就好像只有一边 这样子 那耶稣挂在木头上 成为我们的咒诅 那咒诅包括哪一些呢 包括了家族的疾病 包括家族的遗传 还有邪术 法术 甚至被人下降头 然后呢 被人家白巫术或宗教控制 这些呢 都已经和耶稣 同定十字架 已经废去了 那这就是十字架上的玩狗 所以 就是所有的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罪 跟定罪 咒诅 疾病死亡的权势 都已经全部的 定在十字架上 已经全部废去了 那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就是呢 有人就带着许多被鬼附的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对不对 好 被鬼附这个字 大家记得哦 叫做 Diamond Nizomai 你们要记得 我会用台语的发音 就是什么 就是钻石祖母 好 你们要记得这个字 等一下我会解释 就是 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所说的话 就是他拿走了 我们的身体的疾病 他带走了我们的疾病 那圣经说 耶稣把鬼赶出去 是医治 所有 所有 一切 的病人 对不对 那刚才有讲到 软弱这个字 它的原文呢 其实还包括更多的意思 包括什么呢 包括身体疾病 胆怯 包括没有能力 缺乏经验 缺乏自信 和自觉 不足 这个都是软弱 这个都是软弱 了解吗 那疾病呢 这个字的希腊原文 包括了身体的疾病 病症和病痛 或者是道德上的疾病 那其实我昨天研究很久 我不知道道德性的疾病到底是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可能是暴怒 暴食 嫉妒 苦毒 真恨 类似 那代替和担当 原文都是什么 都有拿走 都有带走的意思 那我有发现一个小秘密 就是耶稣每次在医治之前 都会做赶鬼的动作 好奇怪 好 那为什么你在医病前 都要先赶鬼呢 然后我就发现说 答案在这里 那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12章22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那你们有发现鬼附 钻石祖母又出现了 有吗 好哦 等一下再来解释 好 那这个人呢 被鬼附之后呢 他就不能说话 对不对 他也不能看见 那很多疾病呢 表示什么 很多疾病是鬼附造成的 因为圣经这边有说嘛 有一个人是鬼附的 他又瞎又哑 所以他是因为被鬼附了以后 他就不能说话 他也不能看见 所以呢 你就是把鬼赶出去 这个人呢 被释放得到自由 疾病就会好了 那我先表明一下 就是我个人呢 不喜欢赶鬼服事 那我很喜欢传福音 跟为人祷告得医治 可是呢 我确实发现 耶稣跟门徒 他们都是传福音 然后呢 医病赶鬼 他们都是全套的服事 所以呢 当我们只想要去传福音 或医病的时候 然后 很难 很难你不碰到 赶鬼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呢 我就要来解释 被鬼附这个字的 希腊原文的意思 它是strong number 就是1139 那我们现在呢 请童工可以帮我读一下 就是鬼附这个字的意思 指身体和意识 被鬼控制 占有 被附身的人 习惯表达魔鬼的思想 而非自由意志 通常患有特别严重的身体 或精神上的疾病 犹太人认为 治疗方法就是驱魔 那驱魔是怎么样呢 就是把鬼赶出去 病就好了 所以这些人呢 这个是圣经鬼附的定义 就是呢 是一个人的身体跟意识 他是被鬼占有的 他是被控制的 所以他会身体上 会有一些疾病 就是什么 瘫痪 或是失明或耳聋 失语 癫痫 忧郁 精神错乱 这个是strong number的定义 那一般呢 会跑来教会 叫我们说 你来帮我赶鬼 这样子的人呢 表示什么 他身体并没有被鬼占有 也没有被控制 他是有自由意志的 要不然他不会跑来说 帮我赶鬼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来教会 需要我们帮忙赶鬼的 他就不是圣经所说的 这个鬼父的意思 那我个人呢 认为 就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 那一刻 就是圣灵呢 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这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他重生了以后 怎么样 他是不可能被鬼完全的控制跟占有 他也不可能就是失去了自由意志 和行动自主的能力 因为呢 如果现今这个世代 如果有出现圣经定义中的这样子的鬼父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字 大部分呢 都会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被关到精神病院去治疗 那不太会自己可以跑来教会 说 我需要赶鬼 但是呢 要说明一下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患精神病的人都是鬼父 了解吗 但是很严重被鬼父的人是很容易被诊断为有精神疾病 那会来教会需要你帮忙跟鬼的呢 他基本上是有自由意志 他有生活能力 所以他们不是身体或意识上被鬼控制跟占有 但是呢 他们是可以被邪灵影响 那邪灵可以继续跟他们说话 那他可以选择他要配合或者是拒绝邪灵给他的指示 那我们一般呢 在教会里看到的赶鬼的案例呢 比较像是被邪灵影响 而且呢 这些人是习惯 然后呢 也自愿跟邪灵来合作 那根据我们个人服侍的赶鬼经历呢 我们就会发现说 有一些基督徒 他是很小就习惯有邪灵作伴 因为这些邪灵呢 会跟他说一些别人心里的秘密 虽然呢 是谎言 但是呢 就好像是真的一样 这个时候呢 这些人就会坚信不移 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也是很准的 那或者是有一些邪灵呢 他会给这些人一些好处 例如呢 就是所谓的桃花 或是什么狐仙 他其实呢 就是阴万的灵 那所以呢 这个人呢 虽然口口声声说 希望你帮他赶鬼 但是呢 他其实是舍不得放弃这些既得利益跟好处的 所以他心里并不愿意让邪灵离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是怎么赶鬼 鬼都赶不出去的 你就会以为说 怎么有赶不完的鬼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挫折 然后呢 你在旁边观看的人就会觉得 哇塞 邪灵也好大哦 对不对 怎么赶不出去 好那简单来说 这类的赶鬼呢 就会变成什么 一场邪灵的表演秀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赶鬼 我们第一要记得什么 就是你不要给邪灵有表演的舞台 你就是奉耶稣的名 叫他安静的离开 不要在那边大吼大叫的 第二就是关于被服侍的对象 我们必须要叫他自己开口清楚的拒绝邪灵 让他自己开口 那建议我们呢 可以让这个提出赶鬼需求的基督徒 让他用自由意志 用自己的口去宣告 然后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鬼 你要离开我 不准再回来 了解吗 你就要让那些邪灵知道说 他们真的是被驱逐了 他们是被拒绝了 那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是呢 当一个人他真实的愿意拒绝 在被邪灵挟制的时候 我们也就真的可以像耶稣一样 一句话就命令鬼离开 然后我们真的也就看见了 被服侍的人 被释放就得到自由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三章七到十一节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耶稣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急进来咬摸他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耶稣 就服服在他面前 喊着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 主说万希要向我跪拜 万口要向我承认 那这是真的哦 所以呢包括天上的执政掌权者 还有地上的这些邪灵啊乌鬼 他们看到耶稣 无不屈膝 他们必须称耶稣是主的 那因为这位主呢 现在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呢我们要记得 主耶稣 这位就是邪灵必须要 服服敬拜的这位主耶稣 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这要告诉我们什么 是鬼怕我们 不是我们怕鬼 一定要记得 因为邪灵乌鬼 不管天上执政掌权的 或地上的邪灵乌鬼 都必须要敬拜主耶稣 对不对 社会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住在主耶稣的里面 所以 鬼怕我们 鬼怕我们 我们不怕鬼 记得哦 那 很多人呢 他自己 就是 可能真理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他会怕鬼 那他也很怕赶鬼 然后呢 他们就会说 如果你很弱 你还去赶鬼 小心哦 鬼会跳到你的身上 了解吗 那这是真的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 19章 13到16节 有几个走江湖的犹太术士 也想用耶稣的名赶鬼 他们向那些被邪灵附身的人说 我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之名 命令你们出来 邪灵回答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但你们是谁 恶鬼所付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 胜了其中二人 制服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 逃出去了 那做这些赶鬼的事情的人呢 是犹太祭司长 是基瓦的七个儿子 首先他们没有信耶稣 那我们要看清楚这个圣经经文是什么 不是鬼跳到他们身上 是谁 是人 是被鬼附的人 跳到他们身上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哦 要不然每次动不动 我们在赶鬼的时候 就会有人往后退就说 我们要小心哦 那鬼会跳到你身上 好 这是不会的 因为你要用逻辑思考一下 就是如果你都很 你都可以赶鬼 那鬼又很怕你 他怎么敢跳到你身上 对不对 好 那这故事呢 也提醒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在赶鬼的时候呢 眼睛一定要打开 你要看着你服饰的对象 因为呢 这个人如果是被鬼附 他有可能有某些的力量 他力量可能比你大 虽然呢 他看起来长得比你小 可是呢 他有可能突然间飞踢过来 因为这是以前 有一个牧师赶鬼的经验 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孩 突然间这样 哇 这样空手道 然后那牧师突然间就被戳倒 好 所以呢 就是你眼睛要张开 赶鬼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一组 如果你看到他怎么反应 你可以先保护自己 比较重要 但是不是鬼 攻击你 所以呢 你可以奉耶稣的名 命令在这人里面的鬼 立刻你给我安静 出去 你是有权柄的 好 那耶稣呢 他是医好凡事 被魔鬼压制的人 是每一个被魔鬼压制的人 耶稣都医好了他们 那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 十章三十八节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萨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那圣经说 所有魔鬼造成的疾病 都被耶稣全部医好了 那圣经也说 为什么耶稣能够做这件事呢 是因为什么 神用能力和圣灵 高抹了耶稣 然后又与耶稣同在 对不对 那同样的 耶稣现在升天了 神也用圣灵跟能力 高抹谁 高抹了我们 然后呢 神是不是也与我们同在 是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 所有耶稣所做的事情 好 那赶出去的鬼 会偷跑回来吗 答案是 可以的 好 那我们大家来读 路加福音 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那这段经文的前面呢 耶稣是在讲 赶鬼的教导 那我个人领受就是 上帝呢 用这节圣经经文 在提醒我们说 如果我们赶鬼的对象 他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最好先带他做 绝制祷告 然后我们就要把 邪灵进出的大门小门 还有窗啊 户啊 通通都关上 才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 不然会怎么样 就是你赶了一只鬼 那圣经说什么 他又带了七只 更凶恶的朋友来 好 那假如 假如有一个人 他有很多的鬼父 那我们就来了教会 对不对 我们赶完了一百只鬼 后来会变什么 明天又带了八百只鬼来 所以呢 我们曾经有一个经验 就觉得说 怎么会永远都赶不完 可是他根本就是来乱我们的 所以呢 最好就是 我们要先带这个人 绝制 而且呢 当他回去之后呢 我们要让他听正确的讲道 我们要让神的话语 那个神的全能 就是在他的心里可以扎根 然后让鬼就不可以 再有机会回来 好 那我们看到有鬼 我们要立刻赶吗 那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十六章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被乌鬼所付 他跟随保罗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那圣经这里说 就是呢 这位是被占卜的邪灵 附身的妇人 然后乌鬼 乌鬼就是占卜的邪灵 那因为呢 他多日在保罗后面 就是在那边大吼大叫的 大喊 然后呢 所以呢 保罗呢 他觉得很被干扰 就嫌他很烦 才把他赶出来的哦 所以呢 并没有说 你看到什么 看到鬼 你要立刻赶他 这要看圣灵的带领 那也不是有人 跑来跟你说 你要赶鬼 你就必须要帮他赶鬼 那即便 这个人你判断之后 需要被赶鬼 你也不一定就 立刻当场帮他赶鬼 你要记得 就是鬼怕你 所以呢 你不要受制于鬼 你不要被诱敌了 你也不要听他鬼话连篇 好像说的很好听说 哇你好棒哦 你好聪明哦 保罗你是什么神的仆人 千万不要听这些鬼话连篇 因为呢 撒旦是谎言之父 所以鬼说的话 也是骗人的 了解吗 因为我们以前有赶过一个鬼 他就跟我们说 哇牧师你好聪明哦 然后呢 他还说 你不用再赶我们了 我们都不在了 真的真的 这是之前发生的事 好 那刚才呢 你们有注意到 我们读的经文 有两个乌鬼嘛 就一个是 污秽肮脏的鬼 的乌鬼 一个是 巫术占卜的鬼 也叫乌鬼 那圣经呢 有其他地方 还有提到什么 还有提到 哑巴鬼 聋哑的鬼 那英文圣经 还有提到的是 虚弱的灵 那我们也学会了 就是 邪灵还有什么 有淫乱的灵啊 宗教的灵 跟耶洗别的灵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有人就问了哦 所以我们是需要 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才能赶鬼吗 好 对 你们都很聪明 当然是不用 为什么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辨别诸灵是恩赐 对不对 可是赶鬼是什么 权柄 权柄就是指 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的 还有哦 第二个 那辨别诸灵 是辨别哪些邪灵吗 当然不是的 辨别诸灵呢 其实 是辨别 这个灵是圣灵 还是邪灵 还是人的灵 你只要辨别这三个 就好 听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不是很简单 因为邪灵 常常会假装是圣灵 然后人的灵 人自己的心思意念 也会 让你以为是圣灵告诉你的 因为如果你太想要 某一件事情发生的话 再来 赶鬼需要问鬼的名字吗 那耶稣他其实有问过鬼的名字 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只鬼叫做什么群 对不对 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呢 耶稣并没有问鬼的名字 就直接用一句话 就通通把它叫出来 那我记得以前我们赶鬼的时候呢 就是会以为说 我们要叫出鬼的名字 然后就问了半天 说鬼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鬼就跟你随便乱说 他有可能他是 随便乱的灵 可是他就跟你说 他是荣雅的鬼 假如 结果你就喊错名字了 然后他就说 嘿嘿你喊的不是我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你管他什么鬼 只要是你分别是邪灵 你就奉耶稣的命令 你就全部给我出去就对了 如果我们叫不出鬼的名字 鬼会出去吗 当然会嘛 所以呢 你就一次就全部叫就对了 你不要这样子只叫一个名字 因为万一他是另外一个名字 怎么办 了解哦 所以叫不出鬼的名字 也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一次的奉耶稣的命令 凡是不属神的邪灵 全部滚 好 那有人就会说 因为人们不信 耶稣就不能行神机 就无法医治好病人 那是真的吗 好 我们来看哦 圣经是怎么说的 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章54到58节 耶稣 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导人 听见的人都很惊讶说 他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呢 他还行神机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这一切本领 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于是他们厌弃耶稣 从这段圣经来看呢 耶稣在家乡 也就是所谓的厌弃耶稣 不信耶稣的地方 对不对 那耶稣在家乡是有行神机的 因为呢 你看这个圣经经文 他说什么 家乡的人说 来我用 我换成白话文的说法 就是 哇 耶稣在哪根葱啊 还行神机呢 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表示耶稣有行神机啊 所以人家才会说 哇 你还行神机耶 对不对 好 这是我自己想的 好 下一页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因为他们不信 耶稣在那里 没有行很多神机 神机这个字是 Dunamis 就是义能 就是神的大能 好 那因为人们不信呢 其实 虽然耶稣在家乡 没有行很多的神机 可是 还是有行神机 了解哦 不是就不能行神机 也不是没有行神机 所以呢 在不相信的环境里 耶稣 他是神啊 他当然还是可以行神机 好 我们来继续读 马可福音六章五节 因此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 没有行什么神机 只是给一些病人 按手 治好他们 所以刚才已经讲了 耶稣 他 没有行很多的神机 但是 他有行神机 而且呢 凡是被 按手的人 就是什么 表示 他是愿意被医治的人 也都得了医治 所以呢 这几个圣经 结合起来 就是说 即使你在一个 不相信神的环境里 只要你自己 你是愿意被神医治的 耶稣 照样可以医治你的 你还是可以得痊愈 好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九章 一到二节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拆遣他们 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你看我们读圣经啊 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耶稣的日常工作 daily work 是什么 传福音 讲道 医病等鬼行神机 对不对 他几乎每天都做同样的事 也就是三十岁之后 那耶稣呢 给门徒 怎么样 权柄 还有能力 是怎么样 也是啊 医病等鬼 传福音 那 医死推论 使人病得医治 是神的心意 那现在呢 耶稣也把这样的权柄 跟能力给了谁 给我们 所以呢 我们是可以 跟耶稣 还有以前的门徒一样 我们出去 我们传福音 我们可以为人医治祷告 我们也可以把鬼赶出去的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能力 跟权柄 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不要害怕 因为是鬼怕我们 大家讲一下 鬼怕我 鬼怕我 很好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 九章十到十一节 使徒回来 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 暗暗的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伯塞大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好需要医治的人 看到耶稣还是一样的 不管他多么的累 对不对 他还是会医治 然后讲道 那圣经说什么 这边说的是 耶稣医好需要医治的人 所以圣经不是说 耶稣只医治有信心的人 所以圣经也没有说 耶稣只医治有奉献的 有祷告的 有来教会的人 那圣经也没有说 耶稣医治那些没有罪的人 或者是 耶稣只医治愿意饶恕的人 那圣经说 耶稣医治需要医治的人 那如果呢 你是需要医治的人 耶稣就会医治你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困难 可以拦阻耶稣来医治你 这样有一点点信心了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 他们出耶利哥时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耶稣就站住 为什么 因为他听见 有人呼喊他的名字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那这两个瞎子呢 其中有一个瞎子是 巴迪迈 那怜悯呢 是耶稣医治的动力 当耶稣 他看到需要他怜悯的人 耶稣就会站住 即便他多么的忙 你以为你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在黑暗的角落 没有人看到你 但是耶稣看到你 耶稣会越过千万人来找你 因为耶稣爱你 耶稣就是看得到你 所以当你呼喊耶稣说 耶稣我需要你的怜悯的时候 耶稣从来没有推却 需要他怜悯的人 你不要担心你在哪里 你不要担心牧师没有看到你 你的小赌长没有看到你 没有关系的 耶稣看得到你 而且耶稣会为你停留脚步 耶稣会来到你的面前 耶稣会触摸你 会医治你 我们继续来读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 叫他们来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此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问巴迪玛和他的朋友什么 就是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耶稣有没有问说 你们是怎么瞎的 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我们通常常常要帮人家 祷告这前面都问好多问题 对 可是你看到耶稣没有问他说 你家里还有没有人 遇到相同的问题 耶稣也没有问他说 你的病史是怎么样 病因是怎么样 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历代的咒诅 有没有家族的遗传 有没有 耶稣都没有问这些 耶稣没有想要找出疾病的根源 耶稣直接就是医治他们 你看到跟我们现在的做法都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说 你怎么想要的 你从小然后怎么样 我们问了一堆问题 但是耶稣都不用问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知道 在疾病的背后是什么 魔鬼 魔鬼才是所有疾病跟病痛的根源 神儿子耶稣显现出来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只要是魔鬼的作为 不管是疾病病痛 任何的问题 都是从魔鬼来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问他原因是什么 你就是拿起权柄 就是耶稣刚才已经给我们什么权柄跟能力 对不对 可以医病可以赶鬼 所以我们就拿起这个权柄 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我们命令 魔鬼跟疾病 全部都给我离开 然后我们就奉耶稣的名 我们就是宣告 病人现在此刻就要得到自由 得到释放 好 那耶稣现在也在问你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们可以想一想 耶稣正在对你说 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你希望你自己有什么部分需要得医治 你需要你的家人得医治 可以想一想 奉耶稣的名 我现在拿起神灵给教会 给我们的权柄 我要命令所有的魔鬼跟疾病 都离开你和你的家人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你们全家人 无论发生什么状况 现在要完全被释放 要进入属神的自由 而且是真自由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没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拦阻你被医治 没有任何的理由 可以拦阻你的家人得救 祷告奉耶稣的名 他们 你们都记得耶稣有医治麻风病人的故事吗 有一个麻风病人 他是来求耶稣说 耶稣如果你可以医治我 然后你们有发现说 耶稣说的是 我愿意 接下来 耶稣还用手就摸了那个人 那现在就来了 那你看到麻风病是不是传染病 是传染病 那耶稣你可以用一句话就医治这个人 你干嘛还要去摸麻风病人 你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呢 那我觉得呢 耶稣去摸麻风病人 他是有几个属灵的意义的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耶稣摸麻风病人 代表是什么 是麻风病人会得洁净 不是耶稣被传染 所以当我们去 被 我们去医病赶鬼的时候 是鬼要跑走 鬼不会跳到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也不会被传染那个疾病 了解 那身体的接触呢 就是耶稣摸这个麻风病人 他也是一种爱之语 代表什么 我完全接纳你 我不是只有口里说我爱你 我还用我的身体 用我的语言说 我爱你 不管你身体多么的溃烂 多么的丑陋 多么的臭 有恶臭 我愿意 我愿意爱你 我用我的肢体的语言 我去摸你 告诉你说 我就是爱你 他不是只有口头说 他还用他的行动来说 我爱你 不管你长得多么的丑陋 不管你生多么重的病 我就是爱你 所以耶稣在说什么 就是我不只是医治你的身体 我还要使你跟天父爸爸是和好的 我要医治你的人际关系 我要医治你的家庭关系 我要医治恢复你的社交的生活 还有你的社会的地位 那为人医治会被传染吗 耶稣当然不会嘛 那我们会吗 好 那我们现在请同工帮我念一下 当耶稣遇到麻风病人 不是耶稣被传染 是麻风病人被洁净 医学实验 John G. Lake 非洲宣教遇到传染力超强瘟疫 一个月内死了四分之一人口 为何宣教士们都没被传染 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个 John G. Lake这个牧师他的故事 就是呢 他第二次去非洲宣教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那个传染力超强的 那个大瘟疫 是横扫了整个南非 那个一个月就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他跟他的同工就都志愿来当义工 他们是怎么样挨家挨户的 处理那些尸体哦 可是神奇的是 他们没有被病毒感染 然后有个医生就觉得很好奇 就说奇怪了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没有被传染 那你们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保护措施 因为他们很想知道 结果呢 你知道John G. Lake是怎么说的 你们可以听哦 我觉得超猛的 他就说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只要跟圣灵连结 圣灵就会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呢 任何的病毒 都不可以留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圣灵会消灭他们 他就这样跟那个医生讲 然后呢 医生就不太相信 所以呢 这个John G. Lake这个牧师呢 他就邀请了医生 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就从他们从什么 那个瘟疫的死者的肺部 就抽出了病菌 然后呢 他们就在显微镜下 就来看哦 哇 果然是充满活力的病菌 然后呢 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病菌 就放在这个John G. Lake 他们同工的手上 结果呢 你知道吗 从显微镜中可以看到 那些病菌呢 一碰到他的手 就马上毙命 就是这个实验 就是在显微镜上 看得清清楚楚的 本来是很活跃的病菌 放到了他们的手上 病菌就被消灭了 所以呢 不只是耶稣可以这样 就好像神有说什么 信的人凡事都能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 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其实你都不知道 我们每天不小心 都喝了什么毒物 可是我们都没有受害 这就是因为神的圣灵 就在我们的理念 还有一段圣经 他在讲说 十个麻风病人 十个都得到洁净 那我要讲哦 你们看哦 在耶稣的时代 麻风病人是被当作绝症的 他是身体就渐渐的腐烂 然后腐烂到一个程度 每一个器官就是一边 这样一直掉下来掉下来 然后最后只能等死 那这些麻风病人呢 因为他们的传染力是强的 所以他们是不能跟家人在一起 那他们也是被社会排挤的 然后呢 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们不能到圣殿去献祭赎罪 那你要想他们的心里感觉什么 就是人抛弃我就算了 连上帝你都遗弃了我 那你要想这样子的人 他心里的状况会不会很扭曲 非常扭曲 他一定是被人控告 被人控告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 才会得到这个病 然后他一定也会自我定罪 因为他要不断的去宣告说 哇我是不洁净的 你们不要过来 那这个人应该是怎么样 他一定觉得很自卑 他有孤儿的灵 他一定是很苦毒很愤怒的 他觉得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所以他很怨恨 他会自怜 他也会嫉妒啊 他会嫉妒 为什么隔壁的小民 他没有呢 为什么小华就有 他会觉得很不公平 没有公义 那像这样子的人 他会不会厌世 咒读自己 会的 你看那个约伯 他也不过就是 什么什么长烂窗啊什么的 他就很痛苦 他就咒读自己了 然后这样子的人会不会怨恨上帝 不会 他也会咒骂上帝 因为他觉得上帝 你为什么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连 你看哦 十个麻风病人 有这样心理状况的人 十个都得洁净 所以呢 你看连这样内心状况的人 耶稣医治他们 没有一个人被遗漏 没有一个人被遗漏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 有人觉得自己很糟 你再怎么糟都不会像麻风病人这样子哦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担心 耶稣一定不会放弃医治你 因为不管一个人内心多么的扭曲 耶稣都愿意医治 耶稣还可以来摸你 可以拥抱你 因为耶稣要释放你的自由 然后你们要发现就是 耶稣是先医治 给你恩典 然后才恢复你 不要担心 不管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多么的糟糕 耶稣都不会放弃医治你 好 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 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所有的病人 不管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 癫痫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看这节圣经 耶稣是什么 医治所有 各样的疾病 各样的疼痛 包括鬼附的 癫痫的 癫痫都医好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耶稣做的事情 看到了 所以呢 见证复制 见证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你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有人呢 有传染病 有鬼附 癫痫瘫痪 或者呢 他是不治之症 免疫疾病 器官衰竭 甚至他有 遭遇症 精神分裂 不管是 遗传的 还是先天的 急症 还是慢性病 或者你和你的家人 正在确诊跟发烧 我都要奉耶稣的名 那叫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 要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叫你必死的身体 现在要活过来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就是你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你的身心灵 你的灵魂体 现在要立刻被医治 要被释放 要得到自由 因为见证复制建证 你们都看到耶稣 刚才所坐在 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 耶稣也会坐在你的身上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八章 白夫长回答 主啊 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仆人就必好了 耶稣听见就西齐 对跟从的人说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耶稣对白夫长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成全了 那时 他的仆人就好了 耶稣称赞的大信心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你相信耶稣可以 耶稣凡事都能 信心 这就是耶稣说的大信心 你不用想说 哎呀我做得好不好 我今天有没有读经啊 我没有奉献啊什么的 没有 都不用想这些 你只要单单的相信说 哇 耶稣凡事都能 那这就是耶稣 所说的大信心 那这呢 这个经文呢 也是一个 隔空医治的例子 圣经里面呢 耶稣经常是用一句话 就做了很多的 隔空医治 所以如果你生病在家里 你不用担心说 怎么办 我没有出门 我没有去参加 医治步道会 那我没有被牧师 按手祷告 我会不会就 不被医治呢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耶稣是 可以隔空医治的 所以当你看着 这些医治的影片 你相信耶稣 凡事都能 你就可以被隔空的医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21章25节 好 这边在讲什么 就是呢 有一些人 他有经历很多的生机 然后呢 他们就会来问你说 哎 牧师 这个神机是真的吗 还是邪灵造成的呢 那这里就是在说 圣经没有提到的 圣的神机 不代表就没有 因为呢 约翰自己说 如果全部都要写的话 根本就写不下 好 我们请同工 帮我读一下 有些人祷告后 没有得到医治 就开始寻找原因 然后告诉自己一个 为什么没得医治的理由 个人经历不能成为真理 信誓得着就必得着 就是呢 有一个谎言 一直在基督教解 就是 三个不能得医治的理由 七个不能得医治的理由 了解吗 很多人呢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医治 他就开始 因为他不能 他不能接受自己 为什么不能得医治 他只好找了很多的理由 当然也有牧师 比如说 你帮人家祷告 这个人没得医治 你就开始想 他是犯罪人 他是不饶恕 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接受 你自己为人祷告 然后这个人没有得医治 所以你找了一堆的理由 可是呢 这不是圣经的真理 因为人的经验 是不能成为圣经的真理 那圣经真理是什么 就是你相信耶稣能够医治 你相信耶稣可以 他愿意医治你 你就会得医治 好 那即便 有人没有得医治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怎么样 所以这个人没得医治 我们就是继续的宣告 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那如果你相信 因为怎么样 你就不能得医治 那这个负面的信心 他也会让你产生力量的 你就会以后 你碰到什么状况 你就 真的就不能得医治 比如说以前 我们都相信说 晚上没有睡好 隔天一定会 没有精神 所以有一天呢 我就突然间 上帝就提醒我说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错误信念 所以从那天开始 我就宣告 管我有没有睡好 隔天我精神都很好 管我们吃很多 什么咸酥鸡啊什么的 我就是很瘦 好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就不管你做什么 你都相信耶稣 医治的神 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我就是健康的 我就是强壮 如果疾病的症状呢 还持续 该怎么办呢 不要用自己的口 打掉神 在你生命中的应许 你要继续的相信 并且宣告圣经的真理 直到应许成就 只有你自己 可以用口 拒绝神的应许成就 就是我们很多人呢 都有很多神 为你祷告的那个应许 对不对 然后这些人就会说 为什么我的应许没有成就 为什么并没有得意志 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 其实呢 我觉得撒旦也很 蛮聪明的 他知道只有你自己 可以用你的口 去拒绝神给你的应许 跟祝福 所以呢 他就用了各种的方法 企图让你说出来说 啊 为什么我没有得意志 啊 原来神说的根本就骗人嘛 根本就没有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是用你自己的口 打掉了上帝对你说的 那个应许跟祝福 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个疾病怎么祷告了以后 或领了圣餐之后还持续呢 如果是我 我就不会说 啊怎么没有 我会说 奉耶稣为宣告 我相信我已经得救了 在基督里 我已经称义了 我从头到脚 我从里到外 我都已经得意志了 我正会不断的一直讲 讲到我的心里 我的身体 我的细胞 全身每一个部分 都完全降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因为只有你 只有你可以拒绝神的应许 撒但没有办法拦阻你 得到神的应许 撒但不能拦阻 可是你的口可以 但是你的口 也可以宣告出 你进入应许的 这样子的 有大能的话语 我们来读 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感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呢 医病感鬼 是什么 基督徒 一个信徒 相信的人 他的基本的权力 跟能力 他也是权柄 因为这边直接说的 你们大家要把他背起来 信的人就是我 对不对 我必有神迹跟随着我 就是什么 奉耶稣的名 我可以赶鬼 我可以说心方言 我手可以拿舌 我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受害 那我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但是不是我故意去 喝什么毒物 也不是我故意去抓舌 而是 如果 在 紧急 某些状况 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 不小心喝了什么毒物 其实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受害 嗯哼 那我们来读 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好 这边在讲的是 我有哪些权柄跟能力呢 什么 就是我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我是可以践踏仇敌的 而且我可以胜过什么 仇敌一切 一切的能力 管他有什么法术 管他做了什么 我们都是可以胜过仇敌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能力 而且一定要记得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讲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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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帝已经给我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断没有什么能害我 很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16章15到18节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 你是有福的 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这磐石就是指基督 就是我们有胜过阴间的权柄 可是有人就会说 这个权柄呢 只给了彼得 可是呢 我个人认为 这磐石是基督 所以这权柄是给 凡事像彼得一样 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所有人 所有人 当你有了和彼得一样的这个启示 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你 我们继续读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呢 当你有这样子的启示 就是你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就有了权柄 你有什么权柄 你有权柄可以胜过阴间的权势 可以胜过死亡 你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你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 这就是你得到这个权柄的确据 来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耶稣说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 这是因为我就要到父那里去了 好 这个圣经讲的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相信的人 你都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我们大家来读 使徒行传五章十五到十六节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褥子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儿 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 和被污鬼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诚意来 全都得了医治 以前耶稣都是要亲自去 对不对 然后虽然他可以隔空医治 可是至少他本人 都是他的本人 就是他医病赶鬼传福音 可是你看当耶稣说 你们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情 你看彼得是连影子 都可以医病赶鬼 影子 你看圣经之前没有说 耶稣的影子可以医病赶鬼 但现在说的什么 连彼得的影子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全部都得医治 跟耶稣一样 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二节 甚至只要将保罗身上的手帕 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痊愈了 邪灵也会离开所父的人 是不是连保罗都做了 比耶稣更大的事 保罗是连他贴身的 那个手帕跟围裙 然后呢 有人把他拿着 就放在病人身上 叫病人也痊愈了 不但病人痊愈 连鬼都赶出去 以前呢 有个妇人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 对不对 那至少耶稣还穿在身上 可是这里呢 是更猛的 就是保罗的手帕跟围裙 是已经离开他的身体了 连这个物品都还有医治的能力 然后还可以赶鬼 所以我们真的在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好 我要如何行使权柄呢 刚才那段经文是不是讲到说 保罗的手帕放在病人身上 怎么样 病人的病就好了 鬼也出去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个圣经节 还有以赛亚书13章第5节 就什么 耶稣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我们教会就设计了一条祷告经 然后呢 这祷告经呢 长这样 大家看到的荧幕有 然后呢 我们神经时刻团队呢 的带导团队 我们有莫悠 我们有为他按手祷告 然后我们有释放 那个神医治的大能 要透过这个祷告经 一好凡事需要医治的人 那我们相信呢 就是发生在保罗 还有彼得 那些使徒身上的事情 也是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那目前呢 就是已经有一些 医治的见证 陆续的传过来了 就是第一天我们发出去的 有一个妈妈呢 她本来肩膀很痛 然后手都举不起来 然后那个女儿就用祷告经 就放在妈妈的肩膀上 然后为妈妈按手祷告 结果呢 妈妈的手就可以举起来了 好 所以你要怎么使用呢 就是你拿起你的祷告经 如果你有谁生病 或自己生病 你就拿起来 然后就按手祷告 就用祷告经 放在那个生病的地方 当然你也不一定要放到 嗯 里面 你也可以放到外面 然后你就奉耶稣的名 我是相信的人 我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因为耶稣的鞭伤 我已经得医治 这么简单 然后呢 神就会医治你 但是呢 我要强调是什么 就是呢 第一个就是 无论耶稣做什么 我们都可以奉耶稣的名做 是因为耶稣已经给我们权柄 也给我们能力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 是圣灵在医治 一定要记得哦 是圣灵在医治 我们只是送便当的 我们是管道 我们不是神人 千万不要去接受人 从人来的荣耀说 哇你好厉害哦 千万不要让人家讲假 我们天上的奖赏就没有了 再过来 祷告经不是圣物 不要把它当圣物崇拜 它就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器皿 了解哦 好 所以呢 医治你的是谁 耶稣 耶和华拉法 耶和华是亲自医治你的神 上帝才是医治你的神 要记得不是这个祷告经 也不是人 好 这边呢 要澄清一下 就是呢 敢鬼 医病 跟为人祷告 我们所代表的 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为病人 赶鬼 医病的时候 我们是拿起权柄 所以我们是代表神 我们是代表神 我们面向人 然后我们施行医治 我们是用权柄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不要哀求说 上帝求求你 可不可以医治他 你可以怜悯吗 你可以医治他吗 不要用求的 为什么 因为权柄在你手上 神已经给了 所以你就是拿起权柄 你就直接说 奉耶稣都没宣告 你得医治了 因为这就是权柄 了解吗 但是呢 当我们为人带导 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代表人 代表人 站在人的位置 然后面向神 然后祷告 祈求 那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 当我们在为人带导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感受到 他们的疾病 他们的痛苦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感受到就好 立刻 你就要奉耶稣 在那边拒绝 在你身上 也有这样子的疼痛 跟感觉 跟疾病 你不要接受他 不要让他就 因着你的同意 而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了解哦 所以呢 你可以感受 但是你不要接受 这些什么认同性的疾病 你为人代导 你就 把他的疾病 把他的痛苦 交给神 但是不要 让这个疾病 也不要让这感觉 进到你的里面 变成你的 一定要记得哦 所以呢 要怎么样 施行 感鬼医治呢 就是感谢上帝 赐给我们的手 来大家举起 你们的手 好 就伸出你的手 然后呢 把手按在 病人身上 好 就是奉耶稣的名宣告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因为耶稣的边上 密经得医治 就这么简单 把手 按在病人身上 好哦 那最后呢 我要用一个见证 来结束今天的讲道 这是发生在 我们弟兄 和他妈妈身上的故事 那是前几个礼拜发生的 就是呢 他的妈妈 我们弟兄的妈妈 就是左边 左边的照片的那一位 他六十几岁 可是看起来年轻 对不对 好 那在几周前呢 这个妈妈呢 就是子宫脱锤 然后呢 医生就说 手术要拿掉子宫 然后这个弟兄 就一直祈求 上帝怜悯说 上帝你这么的厉害 那你可以用神机 医治他 妈妈都六十几岁了 你可不可以 不要让妈妈 就是还要去开刀啊 然后我真的很心疼 然后就祷告 祷告 事与愿违 结果妈妈还是要进医院开刀 所以呢 这个弟兄老实说 他不是很开心 他就说 耶稣你明明就是可以医治 你也愿意医治 你为什么会不直接就医治妈妈 还要手术 对不对 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心里的纳闷 总之呢 手术结束后 他妈妈就很蒙福 他就住到一个单人的病房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病房的外面从窗子望出去 竟然是一个教会的那个侧边 上面窗外大大的字写着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然后呢 这弟兄就赶快拍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说 哇塞 这不就是上帝正在跟你妈妈说的话吗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跟弟兄说 你一定要带你妈爵志哦 然后这弟兄就非常的聪明 他就隔一天呢 他就故意买了一杯咖啡 就坐在那个窗口 然后就在那边看啊 看啊 假装喝咖啡 然后就突然间大叫一声 说哇妈妈你看 上帝还对你说话了 然后他妈妈就说 说什么话 他就说 上帝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然后他就说 妈妈你看 上帝对你这么好 你在开刀的时候 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你祷告 上帝对你好到这个程度 你看你现在 你现在恢复的这么的神速 然后 那你要不要信耶稣 结果呢 这妈妈竟然说 好耶 这是第一次 这辈子 他妈妈第一次说 好 那这个机会呢 其实太难得了 因为如果他妈妈现在说好 可能明天没有说好 所以他妈妈 他就立刻抓住这个机会 他就立刻去拿了病房里面 那个保力容 那个白色的白碗 然后就立刻去装了水 然后就说 好妈妈 你既然愿意 我现在就立刻 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 将你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所以呢 他就发现说 哦 原来 有一些事情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 你不做这个 你要做那个 原来是上帝 要在他们的全家 施行一个这么大的神迹 就是全家人都要得救 因为他妈妈要得救 实在太难了 如果不是上帝 行使了这个神迹 他妈妈是很难得救的 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再说一次 就是呢 耶稣就是医治 耶和华 拉法 神的心意就是医治 那不管呢 神直接医治 还是呢 他透过医生来医治你 你要怎么样 你要相信 第一个 上帝是好神 第二个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第三个 这一切都有他的祝福 你就是要这样子相信 第一个什么 上帝是好神 第二个 上帝爱我 第三个 这一切都一定有 他美好的祝福 当你这样相信 你就会发现 神迹是随后 一定会发生的 好 那你们现在眼睛闭起来 我要为你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我为你们做祝福祷告 就是什么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真的 都是是的 为了要叫神 因为你的荣耀 谢谢耶稣 我们先相信 你是良善的神 我们相信你必有每一 发生在每一件事的背后 我们也相信 你的神迹随后就会到 谢谢耶稣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赋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你们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读 恩宠宣言 我相信上帝拆派 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的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 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 阿们 我完全领受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乡乡牧师 我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让你的一生 都有天父爱你 亲爱的耶稣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 从死里复活 使我称义 亲爱的圣灵 请你充满我 引导我一生的道路 保护我 供应我 医治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恭喜你 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 祝福你的每一天 都住在恩典里 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